那你就可以放在表格裡面 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說老闆突然說 那以後呢 我要一個跳出一個讓我查的 那我要查什麼 龍 你就幫我把龍的結果秀出來 我要出現什麼什麼虎的話 成語裡面有虎的話 你要幫我查出來 然後呢自動幫我產生一個 結果放在旁邊 我要查什麼就可以查出來的話 那你又開始想 這個實在是有點頭痛了 當然這一招其實可以套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反正你只要以後有資料的話 你要怎麼查 都可以很快速的變成一個查詢系統 那方法跟剛剛幾乎一模一樣 剛剛跟幾乎跟剛剛的一模 幾乎一樣 只是說我們用什麼方式更快完成 那其實各位可以 如果不知道怎麼做的話 這邊有一個好像我也有放一個完成的吧 其實這也是剛好上課的時候想到 這個一個成語 好像放在那個問題7裡面也有 這邊也有一個成語 那這個完成檔 那可以把它盪下來試看看開起來 其實做完畢之後的話 類似像這樣子 把它開起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也是一樣可以做一個輸入 這邊已經開起來了 那把它啟用編輯好了 當然如果你將來要保護的話 你可以把程式加密碼 他就不知道你怎麼做的 這邊做一個按鈕 我在這邊增加兩列 插入兩列按個查詢 比如說我今天要查 查什麼 這邊底下有個龍虎 已經查過了 那查 查什麼呢 查 樹好了 比如說我想要查什麼樹 有什麼什麼樹的 成語裡面有老鼠的 按確定 這裡 好 查出來了 在哪裡 在這裡 好 有了投鼠計器 就查出一個 那其他 假如說這些好了 把它刪掉 可以重查 比如說查詢 你們老闆突然說要查龍的 你跟他講說 我做這個不是龍 然後第一個就是OK 按Enter 好 查出來了 就在這裡 結果就通通在這裡了 OK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該怎麼做 我們如何把什麼呢 把我雲端上面的這個 在最外面 我沒有把它搬進來 在最外面 有一個 這一個 如何把它變成一個剛剛的查詢系統 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跟剛剛的概念一樣 很快的就可以做出來 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了解 想一想看看有沒有什麼方式來做 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Sample的話 主要就是讓各位了解說 以後無論什麼樣的資料 基本上通通可以轉變成為一個查詢的系統 很好 嗯 謝謝 他們已經在調整